大家好,我是陳榮欣、Jo-Fee Chan 美國總統特朗普不時會發表他對抗疫的獨特見解 還經常會鬧出笑話 這星期他有連番的金句,可以讓我們笑一笑 但這次他不僅搞笑那麼簡單,更加懷疑搞出人命 我們也會跟大家回顧一下他的金句 今天也會跟大家來一個大揭秘 美國的法醫解剖報告發現他們的手中病例 是比他公佈的日期更早出現的 也意味著美國的確診數字比他公佈的數字更多 這並不只是我說的 紐約州州長和美國東北大學很多的專家也是這樣說 我知道一些親美的人士一定會說這不是事實 覺得難以置信的 所以我也準備了影片和資料給大家看一看 開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陳榮欣、Jo-Fee Chan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支持我們,喜歡我們的影片的 記得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分享給身邊更多的朋友 讓他們知道黃媒和反對派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先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就是在美國亞利桑亞州一對聯約60歲的夫婦 他們誤以為一款的餘肝清潔劑是可以抵抗病毒 所以他們就拿了這個餘肝清潔劑來服用以求防疫 結果二十分鐘不到,他們兩個人就覺得不舒服了 男士主呼吸困難,去到醫院之後也證實不治 而女士主就有嘔吐等等的症狀,站後危台 那他們有沒有感染病毒,還有這個餘肝清潔劑有沒有用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但很肯定的是,就這樣就沒有了一條命 為什麼我會跟大家說這個悲劇呢? 正正因為這宗命案是和民主大國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關的 事關連日來,特朗普在不同的場合,在大大小小的記者會上 都過度吹捧一個化學物質叫做陸葵恩,即是Coroquin Coroquin就是用來醫治Malaria,也就是藥質的藥 特朗普就說Coroquin對肺炎也很有功效 他更說美國買了很多,又說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已經將這個藥品認可了 而且隨時可以大量生產 攝氏的夫婦懷疑聽了特朗普的肺炎之後 因而服用了含有Coroquin成份的魚缸消毒藥水 之後也因此造成悲劇 這件事件在美國的23日發生 去到4月24日,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也在網上立即上載了資訊 跟特朗普割席 FDA就說這個化學物質Coroquin對身體會造成不好的影響 包括一些心力問題 而且也說到其實這件藥品 未經確認安全和有效 打了特朗普一巴掌 特朗普搞出人命都不夠 他還要繼續亂來 特朗普做總統的能力 我相信不用我講了 觀眾都一定會有一個評價 但一定要讚揚一下特朗普的創作力量和幻想 真是嚇人一跳 特朗普每天都會有不同的新主意 那繼這個Coroquin 綠葵因可以用來醫治肺炎之後 他又有新主意 他就建議用光和熱來治療 我們去片聽聽 光加熱等於火呢 我也是第一次聽的 多謝特朗普 特朗普說可以用到紫外光 或者其他的光線 穿透了皮膚 照射入人體 就可以去消毒殺菌 他叫他的專家莫療作出研究 拋了球給他的專家莫療 不得不讚他的莫療 做他的莫療真的不容易 在扎時之間 雖然他的樣子有點錯愕 但很快就適應了 他還可以忍著笑地接著球 又不尷尬到老闆 我們去片看一看 Debra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at the heat and the light relative to certain viruses yes but relative to this virus not as a treatment I mean certainly fever is a good thing when you have a fever it helps your body respond but not as I've not seen heat or light I think it's a great thing to look at 因為前居可減 聽到特朗普的肺炎之後 很多專家都出來發聲 包括食物及藥品管理局 即FDA的前首席科學家 Jesse Goodman 他是現在的Georgetown University professor 他就說 殺死病毒所需要用到的熱力和光線 不僅可以殺死病毒 還會殺死體內健康的細胞 特朗普不僅說用光加熱 亦說到可以把消毒劑注射入體內 打入肺炎中 就是消毒肺炎 看看能不能治療 特朗普這樣說完之後 美國在18小時內 立刻有30宗 涉及攝取消毒藥劑中毒有關案件 我真的強力建議特朗普說他的肺炎建議之前 他應該自己新鮮試著去試一試 希望美國可以搞一個聯署 要求特朗普把消毒劑先注射入自己的體內 看看能不能消毒他的肺炎 根據特朗普的紀錄 大家聽完他說話 其實以後都是聽一下就可以了 笑一下就好了 千萬不要盡信 但我告訴你 其實也有很多其他地區 都會去相信他所說的肺炎 包括台灣 他的狗 因為蔡英文也在大力吹捧陸葵恩的功效 特朗普明明是失言 他也不回應 他還要死雞撐飯蓋 他說當天其實 他說的這個建議 是對著記者說的 他只是說笑 即是這個和港台的頭條新聞 是欺笑老馬 不是新聞 差不多 大家看完之後 覺得他是不是真的在說笑 我就覺得特朗普本身 已經是一個笑話了 他明明在說的時候 是對著幕僚 他的防疫小組專家 博克斯 而且博克斯聽完之後 還說光加熱 醫治發燒也可能有效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樣子 簡直是想找東捐 不過也跟大家說一下 一個壞消息就是 之後我們可能會少些這些笑料 因為他本來每天都會去出席記者會 因為近日他覺得 出席這個記者會 去講防疫 會對他的選舉工程有加分 所以他每天都出席 誰知道他每天都罵出笑話 變相每天都在減分 他在幕僚也跟特朗普說 叫他拜託 小出句聲當幫忙 所以在當地的星期五 特朗普的記者會 只開了20分鐘 有史以來最短 因為現在特朗普開一個記者會 他不停會在這裏提 講很多天馬行空的故事 也講一下他最喜歡的政治 會講到一個多兩個小時的時間 所以這次只開了20分鐘 真的非常短 而且在當地的星期六 特朗普更加取消了每天的記者會 他說你的記者都是報假新聞的 所以就不要浪費時間去開記者會 大家看到這個就是新聞自由 民主大國 不過好消息是 證明特朗普的民望是跌到一個低谷 一個霸道 自大於特朗普的人 他都會聽他的幕僚建議 取消記者會 少說話 證明現在特朗普的民望是低到一個點 而且一個好消息是 大家會少聽了特朗普的肺炎 也會減少了很多美國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還會相信特朗普說話 而且不去用他的智慧去判斷才做的行為 但至少可以減少悲劇的發生 特朗普一邊商就說想找中國做代罪羔羊 而另一邊商就不停說一些大家都難以置信 天馬行空的抗議工作 始終只是包不住火 現在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美國的確診數字比公佈的要多 而且手中的確診比公佈的日期更加要早 經常說別人隱瞞的美國 究竟隱瞞的是不是美國才對呢 整個紐約五座大城 其實在3月初公佈有23人確診 但根據美國波士頓東北大學 North East University公佈 他們有一個研究 而且這同研究也是被紐約州州長古莫引用了 他就說在3月1日的時候 很大機會美國已經有超過1萬人感染了 當中也說到他們有一個抽氧的抗體檢驗 他們隨機抽了3千人去做檢驗 發現當中有13.9%的人已經有抗體了 換言之每5個就有1個已經得過這個病 而且更好 從而專家推算下去了 紐約州很可能已經有270萬人曾經感染過 比現時公佈的27萬人多10倍 而且在今年2月的時候 已經可能有首充的確診在紐約州 實際上紐約州州長古莫也承認 實際的數字會比現時統計的數字高 因為統計數字只是計算了住院和照顧中心死亡的人數 沒有計算在家中死亡的人數 那數字會上升 這些數字是只有病院或診療 homes deaths that does not have what are called at-home deaths right we still have to compile all that data and then the at-home deaths you have to go back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 was the cause of death for those at-home deaths and then add them to the number of deaths connected to COVID it gets even more complicated because in California they're now finding deaths that go back to last December or January that they believe were COVID related and people didn't even know about COVID at that time 而他这个说法也跟加州Santa Clara的新发言完全吻合 加州的Santa Clara衛生局在三名病人的尸体发现他们死于肺炎 他们分别是2月6日、2月17日和3月6日死亡 今次的验尸报告和结果推翻了官方公布在美国第一个死亡病例 而且当地的官员更加说这三名死者都没有旅游历史 很大机会他们是本地感染的 而且令人震惊的是2月6日的个案 因为2月6日的个案他在家里死了 而法医去解剖发现他曾经感染过肺炎 而肺炎由染病去到死亡是大约一个月的时间 从而推断2月6日死亡的病人 很大机会会是12月底或1月初已经感染了 即是说大家经常在那个时候说到很多人死于流感 会不会其实都跟肺炎有关呢 报导也指Santa Clara的市长也就是医学博士的史密斯Jeff Smith 他就说疫情爆发的时候恐怕是比他们公布的更加越早 甚至乎有机会是2019年的12月就已经在美国西岸流行 而且史丹福的大学医学教授巴塔查尼亚也说到最初有很多地方官员和医生 都错误地将一些死亡的病例归咎于流感或者是普通肺炎 而今次经过解剖和重新审订了病人的传染时间和真实的死亡人数和原因 他就认为死亡的数字一定会比现在的高 会不会有更加多的发现呢 会不会发现第一宗的首宗确诊比在中国公布的日期更加早呢 究竟为什么这是2月6号加州死亡的个案 2月7号解剖 但要到4月底才完成公开报告结果呢 究竟美国官方有没有隐瞒呢 这些都是一个问号来的 可能之前我们当特朗普说将肺炎当流感就可以了 我们以为是笑话 但可能其实他是认真的 他真的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之前他一直将肺炎当流感的 那我跟大家总结一下 相信会有更加多的资料陆续浮现在我们眼前 也会有更加多的解剖报告会有新的发现 我相信很多亲美的人一定会很伤心 也都难以去接受这个现实 那现在源头都未明白 美国和一些亲美的人士急着要去转移视线 去遮盖特朗普频频道出笑话和处理失当的事件 甚至乎美国有机会隐瞒疫情的事实 如果有人跟你说美国有多好多好 看影片的观众 你不妨将这条影片给他看一看 给他们看看 他们崇拜的美国大帝领导人是如何出洋上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都喜欢我为你挑选的题材 也希望你支持我们 记得要赞好和留言告诉我听你的看法 也要将影片分享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让他们都知道 和谓和反对派不想他们知道的真相 记得要订阅我 和我陈永寅Jofie Chan的YouTube频道 按旁边的铃铃 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条影片 在这里也要作出一个呼吁 大家记得如果未登记做选民 在5月2日之前要踊跃登记 一起在9月份令到我们香港重回正轨 如果成功登记的话会有两票 一票是地区直选 另一票是功能界别 所以大家记得要留意 如果登记了有任何查询 想和我了解一下你有没有成功登记功能界别等等 也欢迎你跟我联络 我会尽量尽快和大家作出解答 今集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拜拜 看完这条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要赞好、留言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还要订阅我 陈永寅Jofie Chan的YouTube频道 按下Cfirst 旁边的铃铃 你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条短片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